第十四题 小剑全班在周末的时候到墾丁跟俄兰比郊游 38人租了16辆协力车 38人租16辆 同学协议每辆只能两人共骑或三人共骑 请问在这16辆协力车中 有两人共骑的有几辆 那这题很明显的是一个 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应用问题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把式子列出来 把它解出来就可以了 题目要问两人共骑的有几辆 我们假设两人共骑的有X辆 两人共骑既然有X辆 那全部一共几辆呢 全部一共16辆 代表三人共骑的有几辆呢 三人共骑的有16减X 或者说我们这边假设三人共骑的有Y辆 现在来列式咯 这两个加起来一共16辆 第一个式子X加Y等于16 第二个式子是什么呢 全班一共38人 而且呢只能两人共骑或三人共骑 没有一个人骑一台 所以呢总人数是38人 两人共骑的X辆 一辆两个人 X辆2X 加上三人共骑的Y辆 一辆有三个人 Y辆3Y 等于38 好这时候呢就利用加减消去法 就很容易的把X跟Y把它算出来 题目要问的是两人共骑 所以呢这时候呢我们想办法把Y消掉 第一式乘以3 3X加3Y等于48 假设这个是第三式 然后呢把第三式呢减掉第二式 第三式减掉第二式 三个X减掉两个 剩下一个3Y减3Y没了48减38 等于10 所以呢两人共骑的呢共有10量 那我们来验算一下看对不对好了 X等于10这时候呢带入第一式 所以呢Y就等于6 那X等于10Y等于6 那全班人数是不是38人呢 两人共骑的有10量 20个人 三人共骑的有6量 每辆三个人加起来刚好38人没错 所以呢这个题目呢答案选C